这一大片是球兰,今天我们说说球兰好不好 朋友你好,我是石珍,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欢迎订阅 现在是12月下旬,圣诞新年期间逛花店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 特别是看到自己喜爱的花 我喜欢球兰有两大原因 第一,好养 这个好养是对于懒人或者是养花新手来说是必须的 这个球兰的耐旱,特别是像我经常忘记浇水,没问题 它干的,因为它的叶子有饱水的功能,你摸摸很厚 它的土壤干透了,它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第二,就是它耐阴 在多伦多这种北方地区啊,冬天阳光经常是比较少 所以冬天就不要担心它有掉叶子的问题 也就是说好伺候是它让我养它的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开花而且很香 那么除了它的香花以外,它的叶子其实也有很强的欣赏性 比如说像这个品种吧,小红叶子,这个新的叶子是红色 然后才慢慢变成绿色 这么一盆多少钱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它的价钱 Hoya Pabicalics 6块9毛5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我觉得太便宜了 便宜的植物啊,都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容易繁殖 这个很容易扁插 有兴趣的朋友啊,我会把球栏扁插的视频链接放在我下面的说明区里头 可以参考一下,太容易了 你看这边还有新型的品种 说它赏叶,名不虚传,名副其实 这么漂亮新型的叶子是不是更贵呢?那当然了,看看价钱 这么一大盆是29块9毛5 品种叫Hoya Caria 这边还有小盆子的 而且它有纯绿色 也有带花边,带白边的 这个小盆子多少钱呢?19块9毛5 怎么样?有点小贵,但是太让人心动了 在北美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二手站 二手网站叫Kijiji 你到上面去查,多伦多地区哈 不一定多伦多地区,就是安省啊,像魁北克呀 有在网上卖,自家卖的 你都是好几十块钱一小磕 所以比较起来,这里还算便宜不错的了 球兰在家里生长,因为它是爬藤来的 都是经常会被作为吊盆来养殖 这又是一个品种 Carnosa 而且这Carnosa它也有花边,花芯,白芯 学们怎么叫它来的? Anyway,价钱19块9毛5,20块钱 怎么样?白芯的叶子 而且这些白芯的叶子啊,在它的新叶子 长出来的时候是粉红色的 漂亮吗? 也看看它的价钱,39块9毛5 它叫Assorted Hoya 就是几个品种,实际上是一大品种啊 有几个变异放在一起 心动的结果就是行动 看看我挑的两盆 在挑选的时候呢,我有几个方面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要轻轻的拔一下,因为这是扦插出来的 看它是不是真的生根了 如果是没有生根呢,你一拔它就出来了 第二呢,就是找这个有须子的 这个须子就是新的生长点 这一盆里头有两颗,两颗都长得很旺 它有新的生长点,说明什么? 说明它happy啊,它健康啊 你别看这光秃秃的,过一段时间就会长出叶子来 这里还看到一种,这种叶子长得曲曲弯弯的 你说欣赏它叶子吧,这也是欣赏点之一 什么名字呢? 叫Hindu Rope Hoya 我的天啊,这个最贵啊,40块钱 这种挑选,选什么呢? 选它的这个新长的枝多 生长点好,而且新的枝啊,没有出现 比如说肝尖啊,折损的现象 说明它happy 好了,这个Hoya求蓝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你喜欢吗?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点赞,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